从此被开示最后一个问题 师傅就是您能否详细开示一下 诽谤政法和诽谤高僧大德的真实果报 在地狱是怎么样的 要遭受多久的惩罚呢 像这种要看呢 如果这个人呢 他诽谤了之后 致死很多人呢 丢失了毁命 或者呢就是说 致死很多的人呢 就是说完全呢 没有毁命之后呢 还要去造很多的业 而且这个业呢 形成了一种供业的话 那这种人是下无间地狱的 无间地狱呢 就是没有时间的 就是不停地让你受苦的 这是很像 就是无间地狱 那么无间地狱就是 没有时间的 就是没有时间 一直在地狱里受苦 就是一直让你在下面受苦 就比方说 你比方说你在分辨地狱 他就一直让你在分辨里吃啊 弄啊 脏的来 就是没有一天干净的 刚刚醒过来 被分辨抽得熏过去之后 醒过来 接下来又熏你 就是这样 如果在 如果在砍头的 像下面这种砍头的地狱 就是让你怕得不得了 他一刀 这种窥子手 把你一刀砍下来之后 哎呀 痛啊 难受啊 过一会儿呢 慢慢魂魄又醒过来了 醒过来之后 他准备好 他又准备砍你了 又一刀 就是永远这样的 这个报应非常大的 还有呢 就是叫你升仓 就是现实里 就是诽谤太厉害的人 马上叫你 嘴上升仓啊 或者就是那个 身上升很多仓 就是咯咯咯咯就出来 从过去 旧社会讲的 就是这种 就是皮肤病啊 或者里边长东西 外面长东西啊 他讲不出来 其实现在讲就是癌症啊 明白吗 癌症 癌症 明白 癌症这个东西非常厉害的 非常厉害 它是 它是一种 惩罚人的东西 是的 那师傅 有的人在地狱里 下游锅 会痛苦多久呢 变成散灵后 还有意识吗 没了 如果 如果下游锅 是一般的 你坐了在人间 应该盼到地狱里 去受惩罚 那么下去了 下去之后呢 下游锅 下游锅之前呢 会经受很多鞭打了 还会呢 让你看 别人下游锅 让你怕 所以你当时的感觉 像真实一样 害怕的来 吓得来 疯掉了 简直 因为这种 这就没办法了 然后接下去呢 边上那些夜餐呢 都是很厉害的 那个脸 你看的就像 就像就是吓得来 就你没看见过这种人的嘛 然后呢 他就 他就告诉你 你从此以后 宣读你的名字就没了 就是从此以后 这个人 比方说你这个人 姓张某某 张某某到了下面了 下游锅之前 他宣读你 你从此以后 这个张某某没了 因为你在人间 他就没了 他就把你往油锅里扎了 就啪 扎了都碎掉了 所以你这个 这个人已经没有自我意识了 已经完全就是 这个灵魂就散掉了 散掉了就变成很多的 蚊子啊 苍蝇啊 蟑螂啊 就是这样 散掉了 就完全炸了 飞掉就没了 就炸光了 那么这个人从此 没有自己意识 他也连 他也连个畜生都偷不到了 他只能偷这种 苍蝇蚊子都没名字的 这种小的那种畜生 他只能被人家一打就打死了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这种小的畜生 你打死他 他感觉不会像人这么痛苦的 你明白吗 是的 所以动物越大 你如果杀他的话 他会哭吗 牛都会哭吗 就这个道理 是的 是的 那养解这个畜生师傅 这个大熊猫 是不是在畜生道理 含有福报的 对啊 他因为被人家养着 吃吃玩玩的嘛 算富报了呀 哦 就是已经投了动物 你去看 有一张照片 一个狗被人家 剑从头上穿过来 这个狗的眼睛 这个泪汪汪的看着 因为抓那些野狗嘛 那种叉子 叉子直接从他的脑子 这个叉到脑子的下面 穿透 这个狗的两个眼睛 盯着看 照片很近的时候 这狗的眼睛 跟人一模一样 其实这种 这种 你要叫师父看的话 我就知道 前世他是谁呀 这是这个人呢 哦 所以像这种嘛 就是所以 人在杀动物的时候嘛 实际上下辈子 他就要被动物杀了嘛 很可怜的 被动物杀 哦 好的好的 谢谢师父 此备开设 师父 谢谢师父